有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一个平常经常请病假的同事 突然晕倒了 同事们都吓到了 连忙叫经理来 然后大家看见经理 一点都不当回事 肚子漫步慢慢走来 盯了一眼 突然朝那个躺在地板上的 他的员工吐了一口痰 吐在他的脸上 大家在边上都静呆了 不知道经理想干什么 那个躺在地板上的同事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个时候经理才大叫 快叫救护车 他不是装的 同事们这才知道 是怀疑这个经理 怀疑他装病 所以现代人 人与人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这就是人不了解人 人不能宽容之人 所以学会宽容别人 就能赢得人心 学会原谅别人的过失 你就会轻松 应付对手的挑衅 记住 良好的关系 朋友和朋友最好的关系 是怎么来的 是忍耐出来的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真着急 但是不要真生气 热问题 要学会冷处理 敢碰硬 要不碰硬 走正直之路 但是也要学会拐弯 过去事情 不后悔 眼前事情 不攀比 一心一意学佛 全心全意 做功德 现在人看见别人的过错 就会责怪 别人说错话 想错事 就会不停地去责骂他 其实学佛人应该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学习工作 家庭的失败 都会有 但是人 有时候 就是不想给别人 多几次机会 想象一下 为什么当 你的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 正在学走路的时候 虽然 不会走 一会儿跌倒 一会儿跌倒 但是你作为父母 为什么会给他 无数次的机会 难道 难道 因为孩子跌倒过一次 两次 或者十次 你就会让你的孩子 改做轮椅吗 所以 就算别人得罪了你 你也要 给别人 多点机会 如果你身边 如果你身边有五十个人都劝你放弃 你不要再去参谱你的孩子 因为他不会走路会摔跤 这样你也不会让他去坐轮椅 所以每一位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 总是给他无数次的机会 直到他站起来 学会走路为止 而给你的朋友 给你的妻子 给你的先生 都不会给很多机会 有的人就是这样 只要你做错一件事情 他可能就永远的恨你 永远的离开你 所以 精进的学博 就要放弃 在人间对别人的态度 抱着一颗慈悲的心 去帮助别人 一次 两次 三次 可能 终有一次 他就是你的 有缘众生啊